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們現在就真的要來玩索馬立方啟囉 好,首先你要先熟悉這些索馬立方啟的形狀 好,我要講的是,其實最難的是哪三塊? 你如果手上有造型的話,或者是你可以回到前面的頭影片去看 你會發現七個索馬立方啟,五、六、七號這三號是立體的 完全沒有辦法平躺 其他的另外四片都可以平躺 好,那很特別的地方七是對稱,沒有什麼好講的 五和六其實很特別,因為它們兩個剛好是反方向旋轉的東西 五號的部分我們說它就是左手五號 同學把左手拿出來,大拇指豎起來,像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五號是不是就形狀就是這個樣子設計出來的 那六號就是右手造型 同學可以把右手拿出來,大拇指向上 好,你就會看到右號是這個方向旋轉 所以它們兩個是剛好反方向的旋轉 五號和六號,所以其實我們在看到索馬立方啟的圖形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看就是說 我有沒有辦法擺平,就是放好這三塊 那其他的就很好塞進去了 好,那麼還是要強調一點 這個每一個答案就是不是只有一種 答案不是只有一種,有很多種 譬如說如果你想要先來一個暖身版、進階版 那我會建議你,先試著把七個索馬立方啟 變成正方形,變成正方形 那變成正方形的解答其實有很多 那畫面上老師提供了一個解答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覺得可不可以看得懂 我們的解答的寫法 因為索馬立方啟一定是從最後 最下面那一層開始拼起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拼的時候 好,我們從最上面來看,這就是第一層 然後第一層你怎麼放?我們就是用顏色 好,為什麼要用顏色? 因為顏色寫解答的時候很清楚 好,比如說你藍色 藍色我們剛剛看到 藍色它是一個對稱的立體的圖對不對? 所以你第一層放的是三片在右下角的部分 那麼你第二層的右下角就會多出一格藍色 好,你就按照這種方式去排列它 就會出現立方體了 好,這就是解答的寫法 好,那我必須要講一下 立方體的解答有200多種喔 這一點都不驚訝 你想想看 畫面上老師給你的這個答案是一種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忘記,正立方體有六個免 我只要放六次不同方向的位置 去看這個立方體的時候 同學啊,這個答案是不是就有六種? 你看到的就是六種 好,所以其實200多種呢 一點都不稀奇 不會覺得意外 好,那這裡呢 因為我們是課堂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活動呢 我們其實會提供很多很多的索馬立方體的造型 然後呢,請同學用這七塊磚塊呢 把它拼成那個造型 那我們在用我們比速度 比拼的種類有多少 然後我們就就是得分 好,那因為現在變成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課程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進行這樣子的東西 只能請同學自己在家玩一下 但是呢,在這邊呢 我們提供一個還算有樂趣的所謂的加分題 我常常會跟同學玩這個加分題呢 讓同學先暖身一下 然後我們再進入我們的索馬世界 好,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遊戲來看囉 這個加分題是這樣子 現在呢,請同學把這七個索馬立方體的第一塊 先把它拿掉 先把它拿掉 那你現在是不是剩下六塊? 剩下六塊 好,那我現在的要求是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六塊重新組合之後 讓它變成你剛才拿掉的那一塊 你知道你剛才拿掉那一塊是對稱的L型對不對? 好,形狀要變成這樣喔 你腦袋裡面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原來的拿掉的那一個是三塊正方形對不對? 那你現在用二十四塊的正方形拼出原來的形狀 那你的大小一定會比它怎麼樣? 放大嘛 放大幾倍? 放大幾倍? 二十四除以三 三八二十四對不對? 所以是八倍 那八倍也就是說你的長 你的寬 你的高 都會是原來的幾倍? 兩倍 因為二乘二乘二剛好是八 好,想像一下喔 怎麼樣把這六塊變成L型 好,那這個地方呢 我會建議同學先暫停一下 自己先玩玩看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實體操作公佈答案讓你看一下 好,各位同學 好,各位同學 現在畫面上呢 我們出現了我們的造句 好,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塊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過要把這一塊拿掉嘛 把這一塊拿掉 拿掉,但是我還是很希望它在畫面的遠遠處 我們可以看到它 應該可以 好,那現在呢 我們要利用這六塊 好,六塊然後拼出我們要的 嗯 我剛剛有說過 這三塊是最難擺平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考慮一下 我有沒有辦法把這三塊 讓它變得比較 就是基本上它要盡量的組合在一起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老師真的沒有辦法讓同學 就是我們只能大概的很快的操作給同學看一下 來,是這樣吧 嗯,這裡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你自己拚啦 自己拚才會有樂趣 是這樣嗎? Yeah,成功了 欸,同學看一下 是不是跟原來很像 跟原來很像 好,那我要常調就是這樣 你看它原來是1、2、3、3個正方形對不對? 那你現在呢 要用24個小正方形去把它拼出來的時候 那你看它的寬有沒有,多兩個 它的長呢,原來是2,所以就變4 然後它的高呢,它的寬也是變兩個 好,所以我們說它會變成8倍 所以這個存款力方形好玩的地方就是 除了拼之外 我們其實還可以看到比例的放大和縮小的這個關係 空間的概念 其實有的時候是要實體去操作 常常去碰它 然後去 你就很容易去了解 如果光是靠老師用口頭上的敘述 或是用數學方程的事情 寫給你看 它遠遠都是數字 好,這就是數學最迷人的地方 請大家要動手玩玩 好,各位同學 剛才看到我們說的這個拼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感覺比較容易了解 這個PPT上面畫的這個黑色的這個造型 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用這6塊索馬立方體把它拼出來 好,那我們呢 那PIN的部分呢,可能要留給同學自己私以下玩玩看 但是我想喔,我們來介紹一個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在數學上很喜歡做證明題對不對 證明題就是說 你如果證明它存在的話 其實還蠻好,蠻簡單 就只要算出來就好了 可是我們其實很怕的是 有些東西它就不存在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無解的時候 無解的證明題其實是很有趣 但是又很有挑戰性的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讓同學看一下 畫面上這個圖喔 是人家設計出來的 可是啊,就是沒有人做出來過 好,那我們怎麼樣說服人家 說你不要努力了 因為真的做不出來 好,也就是說它無解嘛,對不對 現在索馬立方體沒有辦法拼出畫面中的這個圖形 雖然它這麼漂亮,可是就是沒有辦法 好,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不存在的說明 好,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啊 我們先把這個畫面 就是從上方俯視下去 把它所有的格局 用黑色、白色的磚塊來區隔 所以可能要請同學稍微的算一下 黑色到底有幾個 白色到底有幾個 好,我先賣個關子 好,同學自己先算算看喔 好,然後呢 我們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畫面上的右上方是不是有一排 就是我們說的索馬立方體 那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假如我今天把每一個索馬立方體的造型 放到這個畫面上的時候 我希望在這個造型上製造出最多的黑色和最多的白色 最少的白色 你要怎麼放 好,比如說你看喔 我這邊有個表格對不對 我的表格上面呢 有編號 比如說一號 一號的三塊黑色 我怎麼放在這個畫面中 左上方的這個圖形 那我在放的時候我一定要讓它黑色最多白色最少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要放的時候其實應該是 就是放在正中間的那個位置上對不對 黑色最多的話就是兩個 白色最少的話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這樣子是不是同學可以了解 就是說 因為這個答案是算不出來的答案嘛 好,所以我在放的時候我就想像我要製造出 我把這個造型放在這個圖形上的時候 我會讓它在白色的區塊最少 讓它在黑色的區塊最多的放法有多少 好,那我剛才也叫同學去數了一下 在這個造型裡面黑白相間的格子到底有多少 好,那所以呢 我們給同學看一下 如果我就這個右下角黑白相間的格子 因為它總共有三層 好,第三層只有一格對不對 那它是放在黑色的位置上 所以黑色如果你這樣數的話 1、2、3、4、5、6、7、8、9、9、2、18對不對 因為兩層嘛 然後第三層只有一個 所以18加1所以是19 那白色的部分呢 是4、4、2、8 所以只有8個 好,可是如果我今天把這個 1、2、3、4、5、6、7 這7個數碼立方體的造型 放在這個圖形上 我要製造出每一個編號 最多黑色和最多白色的時候 我把它數出來 好,我們會發現 7個編號最多製造出來的黑色總數有18 製造出來最少的白色總數最少喔 是9 那你有沒有發現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題目裡面希望黑色應該要19 我希望的白色是8 可是我能夠製造出來最多的白色 最多黑色是18 少一個黑色對不對 然後最少的白色是9 所以又多了一個白色 那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說 索馬立方體永遠沒有辦法達成黑色19 白色8的這個任務嘛 所以我們就證明出它不存在囉 所以同學啊 不需要那麼辛苦的去拼這個圖形 因為它真的做不出來對不對 好,那誰證明了這件事情 我們介紹一個數學家 他是美國的一個數學家叫做Columbus 哥倫布吧 如果這樣直接翻的話 他證明了這個不可能的結構 那他其實是一個 他是數學家 但是他還有一個身份 他是電機博士 他是電機系的教授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但是呢 因為Marlene Garden 就是葛老爹 介紹了他的很多的遊戲 就是有一個 美國的科普專欄作家叫做 我們稱他叫做 我們在台灣是稱他叫做葛老爹 他呢就是介紹了他很多的 Columbus的一些數學的遊戲 所以其實他在數學遊戲方面 還算很有名喔 那我們穿插一點 他的有趣的東西讓同學看一下喔 好 這個遊戲叫做複製磚喔 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一些幾何的圖像對不對 那這些幾何的圖像 有沒有辦法拼成我們想要的磚塊呢 好 譬如說右邊的三角形好了 三角形喔 欸 可不可能啊 當然可能啊 我只要能夠在他的右下方 就畫一頭藍色的線 你有沒有看到 三角形可以用正 這個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喔 對不起喔 等腰直角三角形可以用兩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鋪在一起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右邊的那是一個長方形喔 不過這個長方形很特別 它是1比根號2 我們說它就是白銀比例的長方形喔 那這個白銀比例的長方形喔 它其實可以用兩個 一樣是1比根號2的長方形拼在一起喔 那我們說這個叫做二階的可複製多邊形喔 那當然它不是只有二階喔 就是說你看你可以用幾個相同形狀的 就是總共有幾次鋪喔 鋪成這個原來的形狀喔 我們說這個遊戲叫做複製磁磚 然後呢 K階的可複製多邊形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多邊形 我可以分割成K個同樣大小的多邊形 把它鋪滿的話 這就叫K階的可複製多邊形喔 好 那這個 這個我剛才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是二階可複製多邊形喔 好 那它還可以再繼續變成四階 可以喔 好 那五階、六階、七階、八階可複製啊 可以喔 感覺上就像我們另外一個單元 碎形 好碎形的樣式就出現了 好 那再給同學來玩一個抑制的小遊戲 畫面上有一塊綠色的幾何圖像對不對 幾何圖像喔 好 那現在呢我想請同學試著畫一條線 這條線可以是折線 但是這個線不可以斷掉或是岔開喔 請問一下喔 你可不可以變成一個二階的鋪磚法 也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把它分成兩個形狀大小完全相同的圖形呢? 好 這是需要一些幾何的直覺對不對? 好沒有關係不是每個人都會有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輔助線可以畫 來喔 我幫同學畫出很多的小方格喔 有沒有看到有兩塊是大小形狀完全一樣的? 如果你還是看不出來的話 那我要公佈答案囉 這就是答案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兩個完全大小一樣的 形狀一樣的? 跟原來的圖形也一樣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這就有難度了喔 這是其實是我們在看那個K階 就是複製磁酸的遊戲裡面喔 這是一個五邊形 這是一個五邊形喔 那我們說 唯一可以侍從複製的五邊形就是它 你說老師 侍從複製是什麼樣子啊? 就是有一個大型的五邊形 然後可以用這個小塊的五邊形喔 然後用四塊把它拼出來 來我們告訴你答案 長的就是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有趣呢?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啊 我們只是一張紙一支筆喔 我們在紙筆上面去想辦法 去突破一些幾何的圖像喔 樂趣就出來了喔 好 那索馬立方體有好多好多的造型喔 那這是我們從一本科普的書上面呢 把它結錄下來的造型 裡面還有很多喔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自己去試著玩玩看喔 好 這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喔 同學在玩索馬立方體 那我覺得在課堂上玩這個遊戲喔 同學有事後有跟我講啦 他說他覺得跟同學一起玩比較好玩 因為大家七嘴八舌的喔 然後還會有建議啊 然後他們會發現這七個小塊方塊 就快把他們給搞瘋了喔 可是那個樂趣就是從這裡出來的喔 如果自己在家玩的話呢 會有另外一種感覺 就是他放著音樂 他就覺得他整個人就沉迷在那個索馬的世界裡面喔 好 不知道經過這個課程的介紹之後 同學是不是很想越越欲適呢 好 那這邊呢 那就是我們的參考書籍 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去圖書館去看看 這本書真的很不錯